擺破餐廳門口 一盞醒目的立燈 就放在走廊邊緣 周遭沒有防護隔開 小朋友一個不小心 就發生這慘況 立燈倒在地上 燈罩直接破碎 玻璃碎片灑滿地 整座立燈頂端 只剩下一顆燈泡 小朋友的家長詢問 知名燒烤餐廳賠償價格 沒想到店家開口求償 一盞立燈要價三萬多元 也許家長必須要付賠償者 但是這個比例上 我覺得可能太高了 那金額的這個價金 可能就沒有到三萬那個價值 應該是不會超過一萬啦 店家甚至要求得先付一半押金 大約是一萬六千多元 才能放人走 這讓家長完全無法接受 痛批根本就是獅子大開口 最後雙方協議先付五千元 但只是暫時放人 一般餐廳的話 如果看到小朋友 在那種比較危險的器具 或者說東西旁邊 都會提醒一下 我覺得算兩邊都會有一點 需要去檢討或反省 其實店家也要付一些責任 比如說他有告示 他說請勿靠近或什麼 如果是易碎的話 你應該旁邊有個什麼籃子什麼 小朋友比較靠近之類的 雖然部分民眾認為 兩方都有疏失 但是求償金額也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因為這盞立燈的底座 上面寫著簡體的商檢標籤 更有網友挖出在淘寶類似款的 立燈價格只要新台幣六百元 加上兩百六十元運費不到千元 在確認的過程當中 價格其實有一些錯誤的情形 那我們現在也是請同仁 再去確認最新的價格 其實只要是不小心碰撞的 其實乾杯也會試情況去吸收 負擔相關的費用 業者回應可能是報價錯了 而且如果不是蓄意破壞 立燈的損失本來就會 由店家全額吸收 只是立燈到底多少錢 都還在查詢當中 不過這場烏龍已經讓消費者一肚子氣 三零熊成功在台報